朱倫倫可以说是国民党内现在最被寄予厚望 要他出来选总统的人 但他还是不表态 而国民党谁要选总统气氛鬼绝 被说鸭子划水备战的副总统吴敦毅 他今天被问到了会不会领表参与党内总统初选 吴敦毅说不会 而现在国民党内还有谁要选呢 洪秀柱 他说他参选意志坚定 另外是七名党主席宋楚瑜 也传出有民间劝劲声音 和比丘比丘尼一起走进圣摘堂 副总统吴敦毅前一天才传出 如果党内没人选要征召他 这种情况才可能参选2016 但经过一天剧情急转直下 副总统 要不要领表 谢谢 副总统好 奥密陀佛 首度表态不会去领表 后面还加上一句奥密陀佛 难道是有所领悟 吴敦毅不会两字 代表的是又一位天王 没有意愿出战 另一边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已经是到处忙联署 一定要上最上一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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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欢迎 这个上连一级都是象征性的 是 人认为觉得我是自不量力的 我认为说他会退的啦 他若碰到谁出来 他就会退的啦 他没想到在下小女子我 身材虽然长得小 可意志是非常的坚定 小辣椒真的很认真 假日海韩退休教户涟漪 展现在教育界的人脉 不过现在已经参战过两次总统大选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传出还没死心 其实这一段时间他走遍基层 大概 催促的声音比过去这段时间的话 我们所了解的那段时间要更多人希望他出来选 如果国民党这边没有很适当的人选的话呢 那几几乎是选定的 宋楚瑜嫡系大将释放出参选消息 是为了抢位置还是放风向球 但到目前为止天王等级动向诡诀每天都有新消息 再拖下去只怕党内失去斗志 又在TV0委屈朱祁鱼综合报道